部署一個BerryMetal 那再結合這個Combinence Combinence應該大家都聽過嘛對不對 其實Combinence在近期也蠻紅的 但Combinence也其實慢慢的就是 也很多跟Combinence做結合 那Rico的話會透過這個 說明這個在OFM的浪件BerryMetal 再去做這個Combinence的Cluster 做一個這個 很快速的去部署一個Combinence的環境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去 在結束的時候可以問他 那我就直接歡迎Rico這樣子 這個時間看來也很難 然後我就直接開始 然後 其實我這邊開口比較大 我現在是10-4 這個Opensate也有開口比較大 反正我在玩Opensate大集合成這樣 然後本身認識的話是Ease 他就不知道在公司沒關係 就是其實就是1-21號在Combinence 所以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長期不管在社群或在工作 其實我們就是一直在嘗試 講這個InPlus刷學人的腳步 再切入這個環境 再 如果說你曾經透過Opensate 然後你有在玩這個 欸順便一起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然後我其實我也很難的聯合去環境 因為我覺得這邊玩會很奇怪 所以我不會真的在這邊去架BerryMetal 去真的去開運 可是他其實不會 沒有你想像這麼難 因為他其實 你服務 只要你服務架 他中間的過程中 他其實幫你做了很多事情 那相信我這個 就算你架一個簡單的環境 這個都是可以討論 所以不用太擔心 這個你自己討論會有太大問題 然後 如果說你曾經碰過Opensate 那你知道說Opensate起家就是 就是嘗試從虛擬網上面去蓋整個環境 所以說他第一件事就是NOVA 那NOVA的話就是去裝一個VM 然後這個VM就是一個SERVER 所以你如果像這樣的Compensate 和OpensateSERVER的VM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有點小啦 如果大家問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Compensate 告訴你說 我現在要創一個VM 然後這個VM我要給他 我要給他什麼 Flavor Flavor就有點像是說你機器的型態 就有點像說 你今天要多少Memory啊 多少CPU啊 這些 這些細節 然後 另外的話 你可能會給他一個Key 一個Limage 一個Security Group 然後 之類的東西 然後尤其是網路設定 在同時間 你可以說 我需要討論哪一條網路這樣 那因為Opensate本身是 Honey 10的比較多 所以事實上 你網路整個是可以這麼切割開 就是 虛擬層跟SERVER 它是可以完美 都是可以完美切割的 那這就是網路 那在同樣的一個指令 就是原本是拿來跑VM 那在Opensate 如果你有曾經嘗試去控制 Opensate的 Opensate的 就是之前LOMA團隊 RN團他們一直很智力在做的東西就是 其實你只要改個Flavor 你只要改你剛才說的 你定義你這個機器的形態的檔案 你去指到另外一個Flavor 這個Flavor上面有告訴你說 我現在跑通掉 BareMetal 那透過你的那個 BareMetal這個Flavor 它其實在NOVA裡面也知道說 好我現在跑的是BareMetal 所以它會在後面幫你下一些comment 什麼樣的comment呢 尤其是這樣一個 如果你是用這個Opensate的 這個VertDriver的話 VertDriver TheIronic的NoDriver的話 它在這個NOVA裡面 就是在這個計算資源服務裡面 那它會去幫你 譬如說第一個它幫你創建網路 因為你需要一個實體在 Nutra裡面的網路才可以跑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幫你在這個 在那個BareMetal的服務上幫你創建 就是對應的BareMetal的這個 這個對應節點 那其實BareMetal這個服務 講白了很簡單 我等一下會大概講一下 整個脫補上幾個 不用擔心 它講白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一個服務 然後嘗試利用既有的 既有的一些 我們可以常見到 比如說 你知道PXE 你知道一定人來這些東西 它嘗試利用既有這些東西 去包裝這個 幫你去把整個 一條網的服務幫你做網路 所以它其實沒有什麼 特別神奇的地方說 你透過這個Ironic 透過的OpenSea 它可以幫你做到的 非常深切 但是它允許你的是 讓你利用這個 OpenSea技能的一些好處 那 我想這個 這個ServeGrader 看起來好像就是很簡單 所以說 但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計時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 在好幾年前就有了 這個能力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OpenSea 創去BareMetal 甚至你的BareMetal服務 可以這樣子就可以用來 直接用來建立 就是建立Gubernetics 因為用Metal這個服務 去建立Gubernetics 我記得我在四 三年前嗎 忘記嗎 我在很多年前 我在玩這個東西 然後 那時候就已經可以跑 也都是可以運作 所以這個 服務上不會太大問題 那 尤其是現在還有UI化的話 其實這個UI也一直都可行 就是 他一直都是 你只要在那個 或者在UI上面 你去創建 一個 一樣創建一個instance 就跟 他可能是虛機 他可能是BareMetal 那 你創建一個BareMetal的方式 就能創建一個虛機 你只要 基本上你只要改掉那個 Flavor的形態就可以了 但是他會有一些細節 在他的背後 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做一次 就是我們要去看這些細節 然後去思考說 是不是說 有哪個地方 我其實可以改進 或有可能其實 可以說 可以說 可以說去 去 你從一個UI進來之後 然後 你可能從這個 剛才看到畫面上 你去直接說 我要創建一個虛機 我要創建一個邏輯 BareMetal 那這個BareMetal 它透過 透過在那個Nova裡面 因為你告訴他 你告訴他 說 你告訴你 你現在可以運行的環境裡面 你幫我找到 我可以創建邏輯 邏輯的環境 於是他會找到 現在 如果大家知道 BareMetal 如果大家知道BareMetal 有一個套件 它在BareMetal裡面 有Ironic的Driver Ironic就是剛才提到的 我機系統 在Ironic的Driver裡面 它會直接再去拖 Ironic的服務 在Ironic服務裡面 它會去廠次去調用出 實際可以跑的機器出來 然後同一時間 它也會幫你把這個 網路服務 就是Nutron服務架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同時 它會再去建立一個 TFTP 這個社會 大家對這個名詞不熟的沒關係 就是說 主要就是說 它告訴你說 你的image 你的kernel 要去哪一張 然後 你這個服務 我現在這個Node 我需要一些資訊 你要先告訴Ironic 那這個告訴的人 會是有 你都把這邊來講 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Node 我已經定義好了 其實就是 你告訴我 它的Mega address在哪裡 你告訴我 你可以從哪個地方 擋進去 那個 去這個 柳端文看題 做這些事情 所以它整個架構來講的話 看起來就像是這個 那實際上它非常複雜 那因為 我看今天時間尾 不要太琢磨了這些東西 那但是 大概一個指導就是說 它牽涉到就是說 網路 計算 然後你實際 要跑的那個 那個 擁有 比如說 有一個 一個 實際的 實際的 然後當中 有人處理了 你的 你的印象檔 你的 你的 然後 Keystone 負責做整體的認證 Ironic 則是負責在背後 要用整個的鏡頭 尤其是 通通的話去 Ironic 那 以外 甚至到最上面還有 就是做 做變換 那其實這個環境 其實非常的龐大 尤其是 但是如果你 你不玩這些東西的話 有時候你要去處理很多 比較細節的東西 這也不算可能 就是 變成是 早期的話就是說 我們 我們還要自己去 去處理一些就是 就是你還要自己去駕像 TNTD 你自己要嘗試去了解什麼東西 在什麼時間你要設定這樣 那 但是說 如果說我們只是打算要透過剛才那個方式 就是去講說 就是 好 那誰可以裝 可以裝 沒有問題 那今天就不需要再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是 已經是蠻久的一個東西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它其實背後我們 我們就是 隨著時間的演進 就是不管是 不管是從 OpenState本身這樣起來 那 OpenState其實 在社群環境裡面 我們其實很注重的就是 使用者 那注重使用者 意思就是說 使用者是使用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就會有在意 因為 我們在譬如說 在那個 Sami 在峰會裡面 然後都會到處去聽 人家使用者怎麼用 那有時候你就會聽到說 其實很多使用者 他其實就是 他會需要用Barometer 他會需要用Barometer 去處理一些 網路的東西 譬如說 最新的網路 Edge Computing 但是他有另外一條路 就是這一條路 我們個人比較care 就是他會用Barometer 嘗試去處理 Kubernetes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會使用Kubernetes 不管他實際上去寫 還是他寫 但是 變成是說 我們看得到 未來很多使用者 也會陸續的交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把這整條路打成這樣 所以一個東西 就是要怎樣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剛才提到 server 可以 這個 下一個Nova server 可以幫你做完整個流程 但是如果你自己 就可以去 在他的後段 去把他的Barometer 整個東西 你自己可以去管控 所以 Office 8的Barometer 在幾年前 就自己 把他的SDK 做得更好 把他自己背後的SDK 做得更好 這樣 衍生出來做出 comment line 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通過他 做出很多的動作 好 因為我個人習慣 是把那個 OpenZ Bear Metal 這個 鎖型 所以這樣比較好看 大概可以講 就是說 你除了可以知道 你現在Driver 用的是什麼 需要下程的資訊之外 你嘗試去創建一個Node 這個Node可能就會定義說 呃 這個節點本身 實體的那個節點 多分是什麼樣的一個 是什麼樣的一個 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你現在表夾是這個HP power位 那這個HP power位 上面有什麼東西 你去創建一個 Bear Metal的 這個 back address 因為嘗試要透過 這個Port 指定這個Port 就是說 你接下來就給我打分Port 然後去打到你的那個 打到那個 那個實體接點上 然後 你可以先去 就是去Valley Pay說 他這個 你到底可不可以打 你告訴我什麼 那可以打還是怎麼樣 我再來下 繼續下滑溝的資訊 然後 另外的話 Power On Power On 這些還有 進入管理 管理模式 進入 實際的方面去 去檢查 就是那個節點 然後去 去告訴你說 這個節點是Ready 那甚至那個 Server Create 也可以直接用這個 Bear Metal的這個 的這個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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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其實整個 comment line 我們把上面的細節都打開 就是因為 我們接下來嘗試要來解說 呃 我們要拿 我們要怎麼樣去 融化它 對 就是從我們 就是尤其是 我嘗試要從這個 topic去告訴大家 說我們最近做了些什麼 那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有自己的環境 因為今天 可能我講完之後 大家可能會對於 Bear Metal的東西有興趣 或者說你想了解 那 呃 要建立自己的環境 一個是 像我自己 是蠻常常用的 就是 你現在就直接用Devstack 那 反正這個 同一篇連結都有 就是 呃 就是說 其實你直接用一些 既有的Devstack的 這個 腳本 其實就可以 那就是有一些東西 你自己 因為其實Devstack 呃 它現在文件沒有 比較沒有在寫 就是 如果你希望 你希望用Devstack 一般來講 你沒有機器對吧 那既然你沒有機器的話 你就 直接去用 Vert 或者Driver 比如說 Vertial BNC 就是 你沒有實際的 Vertial BNC 可以讓你操作 但是 你用一個虛擬的 然後用這個Vertial BNC 去打到一台 Vertial BNC 所以 它這部分的話 你就必須要告訴他們 Ironic 說 呃 我現在的環境 它其實是Hardware 那它這個 你這個 告訴他說 他會直接幫你把這個 直接 比如說你告訴他說 我需要進來 Vertial BNC 他會直接幫你做 他會直接幫你做出來 這樣 然後他會直接幫你把 運作內斷 速度的價格 甚至於Vertial BNC 旁邊幫你下下 就幫你把那個 Vertial BNC 把它連起來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 我自己 我自己 因為公司也在用的東西 就是我們自己的推動 就是你直接用Pial 那 用Pial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 一個是 我們提到說 我其實蠻在乎的是 我Opensex Gubernetes連結 那Hand就是 Cubernetes的東西 所以 變成是 我如果 有任何人來問我說 欸 你覺得Opensex Gubernetes誰上誰下 我會告訴你 它是一個三文字的架 就是說 Opensex下面大概就是 Gubernetes 那Gubernetes的下面 大概就是Opensex 所以 變成是說 你嘗試要把一個 Opensex架起來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 Opensex是一個 近幾乎是一個非常好 containerized的一個東西 所以 Opensex下面是另外一個工具 你可以用 那 都有一些連結 然後都有一些 工具 那只是說 要注意的是 Hand現在網路上的交流 就是社群上的交流 比較有一個東西 所以 如果你要用最新的版本 比如說 新的Opensex版本的話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 自己去下載 但是 或者自己去寫一個 但是這個寫起來其實寫不來 因為它其實 差異沒有想像的 那就是說 一些config還要升級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 開始在 開始在 講說 有Ironic這個東西 但是 不免屬於你要先告訴你說 它要什麼東西 它辦不到 所以 如果有些東西你要做的話 這就是它 目前還是 算是容易寫的東西 那 一般來講 上面 如果你平常沒有在 沒有什麼太奇怪的環境的話 有兩個地方 比較容易遇到 一個是如果你是大型的使用者的話 那 像這一點我就有遇到過 就是 因為我有環境是 上千個實體節點 就是Ironic底下 佈出來那個 Advocation已經是上千個 那這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Power Sync 因為Ironic會一直嘗試去 Sync所有的 所有你的節點的 那個 Power 狀態 那 如果說上千個節點 對於這個Ironic 服務 本來是一個 其實還算一個蠻大的 一個負擔 但這個狀態下 你來看你可能會很奇怪 那 就是說 但是如果說上千個實體點 其實 就算我 我也只是在一兩片子中 去遇到而已 那 一般的環境也不會太 不太會遇到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個 如果你現在 部署的環境 使用的是 比如說你用了 18004的話 那 你可能要小心 因為18003的安全性比較高 所以它把一些像 TXE相關的 安全性 它 其實被它們阻擋起來 所以 那個 Ironic 需要去了解說 現在的 TMTP 的 traffic 所以它需要去監測 整個 這個 就是 那個 那個 network boost rate 的一個流程 那這時候如果你的機器 本身 那個 沒有 你沒有嘗試去做workaround 就是workaround就是我上面 所以 第二點 那個 Link進去 它會告訴一些workaround 你沒有嘗試去做的話 欸 Security 將會對於你的環境 你會覺得 為什麼它 為什麼它 會有失敗的狀況 為什麼你會被能夠抵抗的狀況 那這個你自己 大家自己知道一下 那 有的像是 Dale這個 第三個的話 Dale看rate 1這部分的話 這個 我自己也沒有在用這個機器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據說是有玩 但是我自己沒有玩 所以 他自己有什麼需要的話 自己看 那 當然說 我們不會因為有這些 狀況問題 我們就把整條路幹掉 所以 呃 我們要嘗試去 就是嘗試去 improve 整個環境 但是 improve 的過程中 你剛才提到 那剛才提到的這些 呃 這些都是no issue 所以 收拾這些 多半都還沒有什麼解法 那 既然沒有解法 那我到底站在什麼 我會 improve 什麼 對不對 那 improve 的話 其實 一個就是說 呃 這個分 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 我覺得吧 如果你不是解法的一部分 那你一定是問題的一部分 所以 我必須要是解法的一部分 所以我跳下 就是 跟這個iron economy 對於就是 這 算是這一點類 跟他的表演很多分 就是看 大家架構整理可以怎麼做 那這個現在看到 這是原本的架構 對原本 呃 原本opens架構就是這樣 那opens 大家都知道 呃 非常注意他最有名的這個名產 就是他很難裝 他不只很難裝 比如說 一個服務掛掉的話 其他服務 你也怕他掛掉這樣 所以opensay 其實有難裝的這個 這個知名度在 但是如果說 我們現在 告訴你說 其實opensay 其實不需要這個服務 如果你對比一下的話 像 Loba服務不需要 Orice服務不需要 Hit服務其實基本上 預設也是不需要 那 你看到 它那個新的 其實新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也可以不需要 所以 Benet Metal 其實講白 它其實是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架構 它其實就是需要 為什麼會留住網路 就是 留住 呃 呃 Nutron 這部分的話 是因為 Opensay提供的蠻好的 一個Multi-tanon的一個網路 而且它網路 今天大概 如果大家有再聽到的話 就是說 欸他們嘗試做一個 新的網路拓募的收藏 他們也會考慮 Multi-tanon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怎麼樣在你的 實體網路上 做一些虛擬的切割這樣 而且這些新的切割 呃 必須要非常的穩定 那 Nutron 是個網路 其實做起來非常穩定的東西 所以 呃 我想這也是 Opensay的一個好處 就是 就是Nutron 那Glance本身就是 用來純粹面具 如果你不喜歡Glance 那 它其實也沒什麼 服務負擔 那Ironica 就是大概是我們今天 的專家 Peakstone是負責說 那 這部分的話 就是 呃 所以說 其實 Opensay其實本身 你大概也只需要這四個服務 你就可以跑一個Bell-Metal 那 回來 去思考一下 我們對於 Opensay這個困難的定義 就是說 你其實也不需要再去 裝什麼Norma 你也不再去 需要裝什麼Sitter 你也不再去 需要裝什麼Porizer 你也不需要管 那些EYM工工工 你其實不需要這些東西 你也 你只是需要一個後端 你可以打一個API 進去的環境 對吧 那 一個 一個 在這個新的架構下 你可以用的一個 combat 叫做 一個工具叫做 Metal Smith 那Metal Smith 它其實也是一個 WinState的一個轉案 那 它的用途就是 你在 Metal Smith 底下 它就是幫你把 原本Nova 幫你做的那些工具 那些事情 它幫你拉出來 然後 然後 再 單純 用一個CMI去做 它單純 用一個 一個Library 一個Python Library 你可以直接 那你也不再需要 那些Nova 幫你做到的事情 比如說 預先幫你定義網路 比如說 先幫你檢查 你現在要的節點 能不能部署 以及 比如說 先幫你篩選出這些 樓機能不能用 對吧 那這些東西的話 一個CMI就幫你做出來 所以 變成是我們其實不大需要 這邊這一塊 我們其實只需要Ironic服務 那這個服務 這樣看起來很複雜 那其實裡面的 講白的最複雜的東西 在怎麼複雜 也不會以體驗證 在使用我像什麼DV 低層的DV RubiumQ這些東西 來討論 那其實上層 Ironic服務 其實本身 我是認為蠻簡單 因為它其實就是 一兩個服務 兩三個服務在跑 一兩個服務 那所以一個Metal Smith 它就是可以幫你 把原本Ironic 之前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這個服務都去掉 重點是 去掉了之後 它 不會讓你用 太高的複雜度 就是說 欸 原本Nova在做的事情 現在用Metal Smith 等等 你用Metal Smith 趕快給我做 但我們等一下 我有時間 我們還會有其他東西 那這邊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 就是最近 就是 BearMetal這個東西 才會再這樣提 是因為 就是說我們 我們在社群裡面 我們就一直去思考 說好現在使用者有需要 那我們開始要去第一 Opensate 就是早期 Opensate非常強迫 每個人 欸你一定要裝好 魔法 你一定要裝好什麼 你才可以說你自己裝好 那現在其實不大需要這樣 就是說 一個是 Opensate的技術委員 就是開始去講說 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該去 限制使用者 就是說你一定需要那些服務 而我們應該更努力他們 其實你把這些服務 拆分開 然後你需要的東西 那尤其是Ironic 就是一個很好的Case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不管是在Ironic Team 還是 有一個 或者有一個VM 或CG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都有在談 就是說 怎麼樣把這個整個服務 拆分出來 而且可以用既有的 比如說Overscaling 自我修復 還有 還有 自我擴展 就是Scaling ScaleOut 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 然後 網路的話 也必須要能夠確保 網路的這個 按鈕系統網路的 剛才說的 更理性 那怎麼樣再 把NOMA 把Cinder拿掉 但是我們就 一樣有這些功能 而且我們 這個 複雜的不變 我們還是要讓它 所以 所以 變成是 你今天如果 如果想要做 做這樣的東西 就必須要 社群必須要嘗試的 去Push這些事情 那 另外 Interrupt的話 Interrupt的話 就是 他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早期用來定義說 怎麼樣才叫 裝一個OpenState 因為早期很多 廠商會被 尤其是大型 找到比較容易 因為他說他希望 真正他自己 裝的是OpenState 所以 他就必須要有這個 預銷通過 Interrupt testing的測試 那 現在其實 Interrupt那邊也在 也在討論就是說 怎麼樣 就是說 比如說你只裝 你只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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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剛才提到就是說 這個是社群 剛才提到 就是 有簡化的方式 然後提到社群 也在討論說 實際在這個政策上 就是社群 畢竟什麼東西是預先 在政策上 所以政策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 有一個功能進來 這個功能 如果 就是 說我要把整 OpenState重新寫 然後說 必須要 按照我的想法這樣 那這可能就會 抵觸 OpenState 就是任何這個 社群 就是保護 人都有他的政策 你不能太去抵觸他 因為這樣你做的東西 不管T15的功能 非常容易被 否決掉這樣 那 所以說這是政策上 其實現在在 那 所以說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嘗試要去這個 簡化這整個環境 那 我今天剛剛 可能講的東西 不會 我不會放那麼底層的東西 因為我想說 我也不知道大家 對於這個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就是 看 操作 或者是對於這個 這個TraceSource Code 非常喜歡 那你私底下來找我 我帶你去Trace 這個整個Source Code 這樣 我們很開心 在這個 然後 就是 但是接下來 就提到就是說 欸 其實 欸 OpenState一直都有一些東西 比較容易被忽略 然後 我們希望把它再帶回來 就是有幾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玩 玩那個OpenState 就是 OpenState自己本身的 裡面有什麼叫Heat 我玩比較多 所以我會去思考 說 那Heat有沒有辦法幫助這個 這個架構 就是說如果我把 Heat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 2 50千塊 1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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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如果你要跑起來 其實就是2Pi 那 或者你要把3Pi 那 就是說它服務很小 但是說它有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原本 比如說我們把3Pi 就原本就是 這樣的一個架構 有 通過Musei去拿它的網路 去拿它的 去拿一本 Ironic 就現在新增出來的一些好處 那 Glans 本身在內 那如果說 我再把Heat 把它整個這樣包起來 是什麼意思 那這又有什麼好處處 這樣 我覺得我快點講 因為我後面其實 還是有跟GoogleX 有關的東西 我快點這樣 再來就是說 這個Ironic 本身的話 Ironic 本身 在Heat裡面的話 就變成說 這個東西現在在開發 我還在寫 那等我寫完的社群 社群可能就會有 所以大家在等下 那 就是說 我不能寫到 寫到第三個 第四個的話 再做 然後 這個東西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 我通過一個 你今天如果 這個StateCreate 最上面那個 大家要帶一張 StateCreate 那這個Yammo file 裡面其實就只要 航趕這些資源 那你就可以把整個 你整個需要 如果我們直接 做過比較自動化的方式 那 但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都是現在在講OpenState 所以它是在講Information 它在講的是 架構 這個架構 當然 我有兩件事情 我不建議大家選 反正第一個就是 我不建議大家 嘗試透過最底層的方式 就是 去把你所有的架構上面 還有 架構上面的 服務 都是 透過 透過 HIT的方式去做 就是 如果你可以用HIT 去CoinState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拿到 Matico 的一個 的一款 因為HIT本身現在支持 Matico 這也是我寫的 然後就是 這是它的好處這樣 然後因為有時間指示 其實我看到一個三分鐘的牌子 那我心裡有點瘦 然後不好意思 時間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剛才開始講 就是說 為什麼這OpenState 是跟Coinette 歷史 其實是真的有相關 因為第一個就是 OpenState 其實 如果大家有在看這一次 OpenState 上公會的話 然後你就有看到說 這次變成Metal 突然變成一件事情 而且 Rai Hay 在最近發的一個 開源的一個東西 叫做Metal Cube 那Metal Cube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做的都很簡單 他就是 嘗試去把這個 Ironic的這些服務 去 去expose到 這個上層的 這個環境應用 就是 大家如果對Coinette 比較手上 Coinette Coinette 定義底下的環境 他是定義成是 Cluster Provider 他定義的是 那所以說 你這個provider 可以是Google 可以是Amazon 但是 如果可以是OpenState Cloud 一個是用Metal Cube 那 大家如果進去的話 底下有 影片連結 他其實有告訴你 怎麼樣利用 這整個環境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一個 Google Analytics的環境 你希望去測試 這個 利用Ironic的去部署 那其實 他其實 現在還在定義的是 用Metal Cube的方式 但是 接下來他們其實 比較著重在做的就是 一樣 那個 實作Cluster API 這部分還在做 但是做的 我看他們現在做的 很快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目前社群上 比較推的就是 你直接 他們也還在演做 就是 直接用Cluster API Provider 然後去 Opensate 這個是 Gubernetes Siege 這部分 那 因為所有的Cluster 所有的Provider 都會放在 Gubernetes Siege 底下 因為 原本是可以看他現在 那 就是說 他這個 有點像是說 某種層面的官方 定義 怎麼跟Opensate 對接 就是利用Cluster API 那 我們用一個 Auto scaling的Case 來講解說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 如果是你原本知道 Napdown 就是我剛才提到 以前的文言 然後 Napdown現在還是很不一樣 因為他 雖然說 這半年 因為 沒有太多人去討論測試 但是 我說沒有太多 螢幕的人去幫忙 繼續為那個設施 但是 但是 它基本上還算是一個 Kubernetes Cloud 的整個 安裝Kubernetes 那 Napdown的 它有本大家都弄的時候 它就是 鑽到一個Kubernetes接 它是鑽到一個Kubernetes接 然後 上面運行的Kubernetes環境 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們在 在Cloud Provider的程 就是在 Kubernetes Cloud Provider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 比如說 Kubernetes裡面 Auto Scaler服務 那我們在這個 Auto Scaler服務 底下的Auto Scaler 去始作 用Napdown 去 去擴展這個環 就是說 Kubernetes 在 知道需要Auto Scaler的時候 它就會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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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利用那個 OpenSafe Cloud Provider 然後去直接 去擴展這個 擴展這個 擴展 擴展這個 擴展裡面的Kubernetes加工 那 這部分的話 我現在講的所有 這個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 使用的東西 所以 這個部分就是一個 其實從OpenSafe角度 我們不會去 嘗試 要去把 所有工程做到 內設裡面 而是我們 要跟什麼整個 這種設局角度 我們必須要嘗試 進去沒有設局 然後 想辦法把人家 兩邊對接起來 而Kubernetes也是 是一個比較好 對接多點 所以 所以說 盡量Auto Scaling 或SafePB 接下來 我們其實很多 使用的方式都會這樣 當然還是有些 都沒有在我們本身一路做 那 因為其實我時間已經到了 不好意思 這個 有時候不懂我的掌控 好 我就 我就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要說哪有 沒有 太好了吧 那我時間就到這樣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兩聲謝謝 謝謝